爱你还是想醉你,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? 一个男人想方设法地靠近你,不外乎两种情况,爱你,睡你。 男人的伎俩无外乎那么极重,只是你没有认真观察或者选择忽视。 小曼属于后者,明明知道靠近他的男人不是什么好东西, 却总是抱着侥幸心理,总以为自己是他的良人,他会为自己改变。 在咖啡屋,小曼补了补口红,笑着说,亲爱的,真的别低估了一个男人想碎你的心。 一个月前,我就对小曼说,那个男人一眼看过去就不是什么好东西,你千万别被骗了。 小曼云淡风轻地说,我知道呀,我也就是陪他玩玩,反正一个人也寂寞。 都市大龄单身女青年,有几个不寂寞的,可寂寞归寂寞,也不能成为被骗炮的源头啊。 那个男人是一家KTV的服务员,小曼去唱歌的时候送了几次裹盘,然后就加了微信。 每次他都会陪小曼摇了几具骰子,故意输几把,然后喝酒。 小曼认为大家都心知肚明,不过就是混账作戏,不过他的身材确实不错,身上的骨龙水的味道也很好玩。 他在微信上问小曼,姐,我捉你男朋友好不好。 那天晚上,小曼喝到断片,他送小曼回家,一整晚,相安无事。 两个人在一起半个多月,除了签索,拥抱,接吻,没再往下发展。 小曼爱玩,工资也高,看他的手机很破,就在他生日的时候送了他一部苹果。 看他下夜班后,还起共享单身回家,就送了他一部小电驴。 看他衣服很low,花了几千块钱,给他置办了几套。 小曼笑着说,钱都是小事,高兴就好。 我问小曼,都是你送礼物给他,他送什么给你了? 送欢乐吧,送欢乐下基层吗?你个傻叉。 后来他越不主动,小曼就越想睡他一次。 恋爱一个月,该走的程序都走了,就差最后一步了不升。 他没有拒绝,开好了房间,备好了红酒和音乐。 那天是小曼的安全期,所以他们没有做任何的保护措施。 女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,就算再爱一个人,睡之前和睡之后,心态会有很大的变化。 睡之前小曼也觉得没什么,抱着玩一玩的心态,反正各取所需嘛。 可第二天一醒来,就觉得事情好像有了变化。 接下来的一个月,他玩什么都觉得不起劲。 一个月后,小曼突然给男生发了一条微信,姨妈还没来,可能中招了。 之前还甜言蜜语的他,没有回复微信。 小曼KTV找他,经理说他辞职了,之后他就人间蒸发了。 小曼没有怀孕,只是想测试一下他。 千万不要轻易去测试男人对你的感情。 小曼觉得自己好傻,各取所需不赦,骗骗自己,打发无聊的寂寞时光,干嘛要戳破呢? 男人爱你,还是想碎你,其实在女人的心里,早就有了答案。 很多时候是觉得自己会是个奇迹,是个特例,觉得舍不得,不想相信。 有些男人哪怕伪装的再成功,想睡你的心,也会从骨子里散发出来。 很多女人就是太相信自己的运气了,觉得自己的真情不会被辜负。 然而在瞎子面前,你的舞跳的再好有什么用? 在笼子面前,你的声音再动听有什么用? 不爱你的男人,就是不爱你,想睡你的男人,就是只想睡你。 女人睡多了,会睡出感情,男人睡多了,只会睡出随便。 所以你一定要在自己的心里有点数,别自己伤害自己,还怪别人太残忍。 亲爱的女同胞们,你有没有一样的经历,明明知道她只是想睡你,却还是傻傻地爱上了她。 一起来分享一下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